這樣就好了 為什麼要這麼累 大家好 我們回到美衣動之洞 我們剛剛介紹完了 上半身尤其是肩頸的部分 那我們要進入到現在很多人 有的下半身尤其是下肢的放鬆 首先來介紹工具 滾筒呢最樸實無華的 最便宜的就可以了 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夠硬 有些是那種比較泡棉材質 比較軟一點的 那個我個人沒有那麼建議使用 然後選這種就是簡單的 有硬度的就夠了 選這種就是一兩百塊 這種很簡單的就可以拿來用了 好那我們就先從小腿開始吧 好啊 在做滾筒的時候 像剛剛在上支我也提到 你就讓你的工具跟你要放鬆 那個部位參與就好了 我現在要放鬆小腿 把它放上去 請你 就這樣就好了 有些人你們會說 啊我的柔軟度不好 我沒有辦法像 我這樣就是稍微往前壓的話 那請你唯一注意的就是 你不要讓你的腰就是太凹 就是這邊 不要做太多奇怪的腳 那我這樣子有嗎 這樣可以 在放鬆的時候 然後請注意過程中一定要深呼吸 對 把氧氣送到你的身體裡面 然後就是讓你的肌肉 也可以達到比較好的放鬆 阿基里斯劍 你就放在最最最最遠最遠端 靠近根骨的地方 對你就放著就好了 然後它比較厚 對 這個肌腱很厚 所以我會找這個比較有凸起的地方 壓住它 對 然後轉 再轉 那我現在覺得 它沒有一些力量壓上去怎麼辦 越來越困難 那這次怎麼轉 為什麼你覺得會很便扭 撐著 撐著 靠東西 你讓你自己的身體有一個 可以施力的地方 對 那我可以就這樣撐著嗎 我不建議 對 你在這樣做的時候 對 你就是在做你上半部的 就其實我這邊也僵硬了 對 如果你要訓練你就好好的訓練 如果你要放鬆你就好好的放鬆 對 那如果你不行的話 你就自己去找角度阿 反正就是保持其他的肌群都放鬆 對放鬆 我現在這個樣子 雖然姿勢也不好 就是這邊歪那邊歪 但是我放鬆一個地方 我大概花個30秒1分鐘而已 所以我稍稍微的這樣子歪斜一下 其實不會造成太嚴重的後果 因為你的肌肉是鬆的 10秒轉到另外一面 對 10秒轉到另外一面 30秒之後換下一個點 大概30秒 對換下一個點 斐腸肌它是兩半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用手 斐腸肌就是那個小腿肚的肌肉 對 你可以用手抵住 對 就這樣壓著就好了 慢慢的把這兩半給剝開 所以大概就是每一次 就10秒10秒這樣子 是很緩慢的 對 一個慢慢的概念 唯獨骨刺頭 我強烈建議先放鬆內收肌 再來放鬆它 我內收鬆完之後 虎直肌就可以自己就鬆掉了 大概四到六成 了解 虎直肌又是股四頭緊繃張力最大的 所以老師的意思就是說 內側肌群先放鬆 其他的肌群可以更好放鬆 嗯 醫生你那個稍微移動 停 這裡 他的肩膀這個角度就不對了 用棒式再放鬆 五四頭的時候 會面臨到很多就是肌肉控制 而且還就立刻就累了 立刻就流汗了 所以不需要這麼累 太過分了 這就好了 為什麼要這麼累 我要放鬆的是股四頭 我幹嘛又同時要練棒式 又要練什麼 這個我臨時差一個問題 這好像很適合在睡覺的時候操作 適合嗎 可是一般人的床 太軟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要在地板上操作 睡覺歸睡覺放鬆歸放鬆 對 然後如果你的瑜伽墊很舒服的話 你也可以在瑜伽墊上睡覺 你要趴著它 還是側著它 都可以 你舒服就好 這你的腳會稍微就是 往外開一點 然後壓的時候 不要直接往膝蓋旁邊這個壓 你往它下來一點 一個長幅的位置這裡開始 這樣上去 對不用動 不用動 如果你這樣子仍然覺得很清晰 身體下面再墊幾個枕頭 減少你身體和溫筒高低差 這樣會比較舒服一點 然後等到你習慣了這樣子的感覺 你不會覺得太過刺激之後 請你的腳慢慢的伸直 再慢慢的彎曲 對 這樣會非常有感覺 慢慢來 慢慢來 人一旦有疼痛的感覺 你其他的肌肉會緊繃 這是正常的 那請你持續穩定的頻率的深呼吸 貓咪 可以啟動腹腳感神經 可以幫助放鬆 如果你真的覺得太痛 那你可以像我現在一樣 身體稍微側一點 那如果你覺得 OK你可以再深一點 你就往下一些就好了 自己調整你要的深度 骨質肌 對 我們來骨質肌 一樣喔如果說你覺得這樣太痛的話 就墊一些枕頭 好 左右的移動 是可以壓到不一樣的肌肉 往外面滾一點 你可以滾的 你可以壓到外側的 中間 我是內側 你都可以自己調整 然後 勾起來 讓肌肉不動縮縮 然後30秒之後 你就不要放下一個地方 躺 就這樣 你都不會覺得痛喔 還好 我真的非常痛耶 如果你覺得痛 如果你覺得痛 再定一個 就是說這邊在 所以其實 應該這樣會比較好 就是不要讓肌肉這麼痛 對 如果你在家裡 在你熟悉的空間 你可以軟爛的躺在上面 放到好的 好 我們進入到外側的 外側 好 放到適合的位置 然後我就爬好 這樣可以嗎 我的想法 我覺得 卡鏡術本人 不適合直接拿來壓 肌腱這個組織 你一直放鬆它 其實沒有什麼多大意 我們主要要放鬆的是 肌肉跟筋膜 所以 如果你覺得你的大腿 側面很緊繃 你要放鬆的地方是 股四頭的外側 還有上面的 TFL或傷筋膜肌 你要放鬆的是這兩個地方 有點接在股盤的地方 對 它是肌肉 連下來才變ITB的 所以剛剛我們在趴著放鬆 股四頭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內巴一點 就可以放鬆到股四頭外側了 然後回來 如果你還是覺得你的側面很緊 我們可以放鬆的是上面這個肌肉 它就是在你的口袋的這個位置 就是口袋 對 口袋這裡 放著之後 往後坐著 塞進去 來 哇 這裡 對 它 就是在這裡 坐下 它可能再稍微外側一點 你可以身體稍微 測完 是一個大拇指可以塞進去的股膀 就夠了 對 剛剛明顯老師一壓到那個位置 我是整個酸起來了 你可以慢慢的 從這邊 慢慢的往裡面 慢慢往裡面走 這邊這樣壓 然後再往裡面一點點 再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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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剛才五四頭到內壽雞 這邊的肌肉的進行端 好地 哇 剛剛真的嘗試過真的是驚為天人 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 放鬆 不要把它想成是一個功課 就像你今天去吃飯 你要去樓下吃滷肉飯 跟你要去一個比較好的餐廳 吃一朵牛排 你的心情會是不一樣的 後者你會是用一個享受的心情 雖然一樣都是把養分吃進去 但當你帶的是一個享受的心情 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整個過程的感受跟體驗都會是好的 放鬆也是一樣 希望大家在放鬆的時候 可以帶著一個和自己相處 保養自己 照顧自己 對自己好 給自己養分滋養的 這樣的心情去做 放慢自己的速度 然後跟感受自己的肌肉的狀況 我覺得這樣子才能夠達到一個 比較好的放鬆效果 好 那如果跟我一樣 是屬於過度努力型的 今天一定要記得 動作要放慢 那今天非常感謝徐老師 徐曼杰老師 那謝謝大家 我這邊有一個 我在做的時候實際感受 突然有一個刺痛的感覺 會跑到我膝蓋去 這個算不算一個小摘棉的地方 它有一點牽扯到的 就是像你剛剛用棉被扭轉的那個 張力的牽扯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有妳好嗎 謝謝大家 親一下 我也來看 我們可以拍照 雖然 請看 這個 請看 請看 謝謝 有個